第三次題,這也是題組 某物質在不同溫度下對100克水的溶解度如表漢圖所示 小芸在40度C時取35克該物質加入100克水中 充分攪拌後形成甲杯溶液 當溶液溫度下降到30度C形成乙杯溶液 再下降到20度C形成丙杯溶液 最後下降到10度C形成丁杯溶液 假設整個冷卻過程都不考慮水分蒸發 請回答30到31題 第三次題是問甲乙丙丁四杯水溶液 哪些是飽和溶液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式我們就看它的敘述 它說我們在40度C的時候取35公克的物質加入100克的水中 我們看到它的溶解度40度C的時候是可以溶解60克 所以你給我裝35克呢表示我沒有裝滿 我是未飽和溶液 當我降到了30度C的時候呢 我就是裝35公克 那麼它就是給我35公克 所以我剛好裝滿 所以呢我在30度的時候就已經是飽和了 然後呢再降到20度C 它只能夠溶解20克 結果裡面本來有35公克 所以表示它不能夠全部溶解 會有一些沉澱出來 它仍然會維持所謂的飽和狀態 最後降到10度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此從這邊我們就發現呢 我們的最後的乙丙丁都是飽和容易 但第一杯甲是沒有飽和的 這是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的時候我們就直接看圖形 因爲圖形上面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條曲線上的就是所謂的飽和的狀況 那我們發現呢 乙是在曲線上 餅是在曲線上 釘是在曲線上 它們都裝了它們剛好可以裝滿的 裝滿的那個溶液 溶質 對不對裝好的溶質 裝好的它的所謂的 某物質的量 而那個甲呢 確實沒有裝滿 因為它可以裝到60 可是它只裝到了35 所以它沒有裝滿 所以我們從圖上一看出來 乙丙丁呢是飽和的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一題呢 第三十題問我們說 甲乙丙丁是杯水的容易中 哪些是飽和容易呢 我們呢 答案選的是B 乙丙丁 乙丙丁呢是飽和容易